在实证医学上并没有发现说你补充营养素 就可以预防近视的一个产生 大家好,我是曾世民眼科王梦奇医师 各位朋友的小朋友们 是不是整天都抱着3C产品在玩呢? 这样会导致小小年纪就戴上近视眼镜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如何控制儿童近视的一个问题 吃叶黄素就可以预防近视吗? 吃红萝卜就不会近视吗? 有很多朋友会问说 那我吃叶黄素或者是吃胡萝卜吃很多 是不是小朋友就不会近视呢? 事实上在实证医学上并没有发现说 你补充营养素就可以预防近视的一个产生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不吃吗? 不吃这些营养素基本上是不行的啦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必须的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的 对眼睛比较好的食物 比如说空心菜、花椰菜、芥兰菜 这些叶子很绿的 对我们的抗氧化作用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另外像胡萝卜、枸杞籽 这些都含有很多的类胡萝卜素 长效的扇童剂是对我们近视的控制是有帮助的 但是有很多朋友 他会以为点短效的扇童剂有帮助 那短效的扇童剂一般是用在我们眼科 在做门诊的这些检查跟治疗的时候 短暂的把瞳孔放大来使用的 短效的扇童剂并没有控制这个近视加深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点药水的时候 尤其是爸爸妈妈要帮小朋友点药水的时候 要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请小朋友把脸抬高以后 我们要拉他的下眼皮就好 千万不要去拉他的上眼皮 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反射就是这样 你拉他上眼皮 他就会眼睛会闭得更紧 那你拉他下眼皮 因为下眼皮的肌肉是比较相对上没有力量的 只要有一个缝隙 那我们把药水点一滴 有点进去就可以了 大部分的药水都会流出来 没有关系 那角膜出行片一般来讲 我们希望它达到控制度数加深的一个效果 但是并没有办法像近视雷射所述一样 把原先有的一个近视度数把它取除掉 角膜出行片我们需要小朋友他的配合 就是说他愿意把这个晶片带到眼睛上 而且能够忍受这样子佩戴上去的一个感觉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度数佩戴上去以后 真的能够让他的视力可以非常的清晰 那第三个就是说他能够配合做这些清洁卫生保养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这三项都具备的话 那角膜出行片其实对小朋友其实控制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选择 很多家长都会认为说眼镜戴上去一辈子就拿不下来了 所以最好不要戴眼镜 或者是说戴眼镜的时候我们度数不要配来数 保留一些度数这样才不会加深 其实这是错误的 在实证医学上我们认为就是说 你在配眼镜的时候就是说要把你的矫正视力 可以让它有1.0的一个程度 才对这个近视的防治比较有效果 大家只要用逻辑的角度上来想想看就知道了 其实你不戴眼镜的时候就是戴上一个不够深的度数的眼镜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把度数减少可以预防近视加深的话 那我们干脆就不要配眼镜不就好了吗 所以这样的概念其实是符合逻辑的 我想小朋友近视预防控制最重要的就是 近距活动时间的知识 看的光线 还有看的时间跟距离是最重要的 我们每半个小时一定要要求小朋友起来休息 那看的距离至少要40公分以上 那个睡眠的时间要重组 那如果说发现小朋友有眯眼睛啦 或歪着头啦 或者是跑到前面去看才可以看电视的话 那都要怀疑是不是小朋友的视力已经变差 就要赶快带他到眼科医师方面去做一个检查